大家好,又是珠妻与大家讲八卦的时间 继昨天讲完沉大师公屋上半山豪宅 今天讲明星富二代 龟国四子在大陆,大家知道哪里龟国四子? 应该很红的,我看到金钟中环都是他的广告 就是绿衔,早前衰十一还是衰十三的吴亦凡 跳舞很堪步能力各样很出众的张艺卿 还有今日的主角王子涛 发展在韩国重心转回内地之后 一直都是人气高期 当然最红是吴亦凡和绿衔 绿衔随着他公开女朋友之后 人气不如从前 谁不知吴亦凡落马中战 现在最红是张艺卿 但大家不要忘记王子涛是切切实实的富二代 他父亲坑称有二百亿 怎知早前爆了一段影片 不知道是hike了还是喝酒 他突然对着镜头大素心忠情 他说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他首先不靠关系 他就有自己的工作专注 那为什么他吃完饭 还要陪一些不知像Yumiko说的 不知道是什么的人 去陪他们吃饭去陪酒呢 其实王子涛从来他专注的都是唱歌跳舞 他在韩国出得到 也证明他的综合水平也有差不多 在韩国要熬十年 甚至十多年都出不到的人 大有人在 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在韩国出道更加难上加难 他在短片中罵 有些粗口 国语的粗口 他说为什么这些人 不停疼愣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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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用这么多年代的关系 以为拍剧集拍了一部爆红 就以为自己是谁是谁 为什么人家要买他的帐 如果他有二百亿身家 当然没所谓 可以跟中国首富的王子涛做朋友 其实不是有这么多人 有这个能力自己可以在娱乐圈站起来 每个人都想 好像之前三爷三三的恋爱节目 问到三个美女主持 有多少钱呢 你们肯卖呢 老实 郭亦森就说 他分享一个例子 其实他曾经跟他的好朋友 回大陆发展 当时他的好朋友 不知做什么 可能很快地获取一些 眼见到的机会 在酒局上 对着当时最大的那位人物 大显殷勤 最后 情理之中 水雨交融 在他们一起合住 那间酒店房 就进行了啪啪啪的事情 而且是郭亦森 我真是不明白 那男人不琴瑪郭亦森 看样子看身材 郭亦森也是定瓜瓜 当然 最后他这个 龟亦森 都得不到任何好处 因为其实 不是你说睡一次 那个人 就立即给你一个角色 当然 你是要有很有目的 和睡对人 如果不是你这个又睡 灯歌师又睡 长毛又睡 导演又睡 导演又睡 制片又睡 其实你有多少个可以睡 基本上你睡一两次 其实你的袋已经臭了 有很多人就说听闻 韩国的演艺圈 就比这个中国 和台湾都更加不枉多样 每一个出道的人 都是 唉 好辛酸 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 张子言 以死去控诉 被他经理人公司逼陪走 还要在他父母生日 那天的死忌 公司都要逼他陪老闆 陪老闆 那当然是上床 大家以为是上床 握大脚这么简单 当然不是 有很多变态的性行为 多人运动 以及一些欺凌凌弱 试试 还要是那些老闆 怕他有小朋友 外资又不怕 外资又不怕 不怕 如果我一个有钱佬 美女明星有了 那就叫他下 我会怕A屎 那些老闆 在他陪老闆 的时候 那些人 怕他有小朋友 勒令他切除子宫 令到不需要大套 都可以做到避孕 还要不用吃药 不用买0.01的可能性 原来他这家公司 在一个顶楼 有一个很大的酒店 总统套房 每当他老闆 要跟那些上奔 聊生意 要一些漂亮的女明星 要交際的时候 就会叫他回公司上房 有很多时候 同事 或未知那么多 抵运的其他 新进的联系生 看到他 为什么每一天 都是华衣美服 切切地转 其实他每换上一套衣服 死后的日记 他也有说 他就说每换上一套漂亮的衣服 就是要陪一个老闆上床 当中他陪上床的 就包括有 这个检察官的丈夫 和大的连锁公司的董事长 和董事长的儿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父子兵一起上 有很多大到 你说的名字 是有名有姓 大家知道桌面上的人 有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你死都不怕 为什么你不出来告他们 首先 韩国 就像之前江若林 和林小明那宗官司 你不要说不知道 陪不陪分 你只说脱离经理人合约 你要赔多少钱 那是一个天文数字 再加上人家大公司 大的惊人公司 有强大的律师团队 如果他能告入 或者他会告你 诽谤 造成的经济损失 你真是死都不行 所以 再加上这个男女不停等 尤其在韩国 就算在香港也是 有很多 例如我们 25岁的校长 他需要什么呢 他大大的私生子 冬了 香港人 都很羡慕 是不会记得的 例如马赛 咖啡 车阵 猪猪 有一点点瑕疵 就会不断为人救病 就算最近期了 许智安和王心穎的事件 最后的结局 我们看到许智安 现在还在台湾有戏拍 有登台 他老婆原谅他 大家认识他 不认识他 没任何的恋意 他最大失法的事情 就是和张卫健的演唱会 禁止 这些 他那个大四字 但是 现在 他不是一条好汉 他是该去英国去旅行去旅行 然后该去跑步去跑步 但是王心穎呢 那些记者是好像是嗜血的蚊 他们只是会追着女的 一定要弄死你 就算你做地产 我都不见得你好的 我是要弄死你 男女不平等 你不要说韩国 就算香港也一样 之前张娜拉 张娜拉应该有看韩剧的图子女们 一定知道是谁 他是十几二十年前 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这样的 他那个保鲜 我觉得他比宋慧桥 比我们大陆的赵丽榮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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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Angelababy 现在踏入三字头 都开始 苹果机都开始跌跌地 但是 张娜拉真是好东西 一如既往 早前他的访问 他都跟记者说 他就说 其实他都深受这个 潜规则的困扰 基本上你以人 是不可能对抗这个整个系统的 游戏规则的 你不做 那你就不要做 但是 被人说 赔钱 如果你说 我是大明星 我是谁谁的儿子 好像陈慧琳 那么有钱 家里 那就不用妥协了 你喜欢捧我是捧 不喜欢捧我就去 做回自己的东西 好像 老一点 葛可盈 那就不用了 因为他爸爸有 妈妈也有 如果不是好像李彩华 好像江若林 那些 那你就要搞定 这个数字 即甚至Isabella 你有幸 又有钱 看重你 帮你买单 那就OK 老板就放人 如果不是 真的做到你烂 你都走不了 那有些人 就说 男的artist 都要赔的 男的更惨 女的就是赔老板 就是抹大脚 当被鬼扎 但是男的不同 富婆 已经算好了 肥子 丑子 老子 已经算好了 打一只生鸡蛋 塗在下面 叫你品尝 已经算好 儿童不移 这个频道 我再次声明 再甚者 男的artist 是要陪男的老板 那你好彩 他就是女的那边 眉眼就当 扎鬼 今次不是被鬼扎 但是你一个不幸 如果那是一个男的角色 他喜欢看得上你 想宠幸你 想回你牌子 点你灯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灑不灑得掉呢 唉 不敢想象 成名的道路上 除了自身要努力 背后不为人道 都要努力 我记得很多年前 真的很多年前 记者 问TWINS TWINS 不是TWICE 他有什么 很难 很难面对 和很不开心的经历 他两个当时 没有说任何东西 然后两个对望 在哭 你说 我就不会阴谋论 又是什么舞女 又是什么羊 羊 猪 狗 那些 畜生的代号 的先生 那 我在想 是不是其实 如果你说 他是唱歌跳舞 練得很辛苦哭呢 那我就不认同 你说好啊 不要听到现在 阿嬌唱歌都是走音 阿莎有演技吗 他除了和任达樊那部戏 我也是被你吵的 之外 他有什么演技可言呢 那你说 他们背后 是不是有很多香港 我们演艺如有牵的潜规则呢 那 又说到 较早之前 曾志矮153 就说请梁 梁思浩回去TVB 回梁家做这个灵探鬼谷节目 那当初 为何梁思浩要走呢 TVB解释他呢 就是因为 他两个说话得罪人 就说 他们两个同时 都在这个不同的TVB 当时的节目 就丑化容祖儿 那曾志矮就说 别人大牙肉啊 丑样啊 不漂亮啊 那梁思浩就甚至丑化 模仿 我们当今的天后 的容祖儿 那容祖儿 那容祖儿 当然不会兜化声 当然不会躲在TVB门口 扑你 包袋 但是 幕后的老闆 幕后的黑手 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啊 可能是阿羊 可能是阿牛 可能是阿朱生 那 在停车场打 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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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呢 TVB 就为及怕得罪人 就炒了梁思浩 那 山不转 水转 水不转 路转 十多年后的今天呢 TVB 就高身挖角 请回到TVB 做这个 打ViuTV 打七师傅 的金牌 看看他们的收视之战 是谁赢的 当然啦 有很多人就会说 TVB 一向最差 十几点 你ViuTV 说来说去 最厉害的 2点 3点 没得比 但是 膝头对上就比 为什么TVB那么害怕呢 又变阵 又炒了之前姓李 那个 然后又邀请曾智矮和 阿王 什么 阿矮仔 另外那个矮仔 回来 去救忙 那 那 广告箱呢 就很现实的 究竟 谁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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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眼就见了 那 就说开这个 内地的 王子涛 那 就说一下 什么微齿 大家应该不知道 谁是什么微齿 如果没有看大陆 选秀的 就不会知道 这个是谁 那 他就是这个 山之大哥 应该 大家有没有看 没有看就算 他被爆做小三 还要和酒店 签保密协议方便开房 坚定留 就不知道 因为香港的娱乐圈 很多狗仔是做新闻 大陆当然要吸精 那 早前 除了这个 鱿鱼游戏 已经有AV版 之外 我分享不到给大家看 我都怕被 Youtube 去下架 就是我说得这么辛苦 都是想多些人听 我够说 那我不会 在Youtube 就分享给大家看 柔鱼游戏 有AV版 之外 之前就有一个 片出来 两段片 其中一段 就是说有一个女人 趁她老公不在 就请人回去 整水喉 那当然 那条水喉 就很粗 玩得很兴起 被她老公回来捉到 另外一个 就一个 肥丝拉 中年的 外貌就不是狠出众 身形又不是纳莫玲珑 床上有一个 不是肥仔 一个普通男人 头就埋在床上 死都不抬高头 因为她的男朋友 X就在拍视频 那个男的 其实我也明白 你说她是不是很便宜 也不是的 真是胃道气 她就说 那个女人就偷吃 不清不楚 在未和她分手的时间 就已经搭上了 另一个 还立刻找到她们 即场用完的套 那个男人就说 叫个女士主 逐间的女士主 就赔回一万元给她 因为她的床 她们搞夜的床 就是那个拍片的男人 就卖了她的金链 就买给这个女人的 用了很久 但她也想赔回 因为 我买一张床 给你不希望 你和另一个男人用 大家觉得是便宜不便宜 就只行判断了 现实生活中 男男女女 情到龙时出轨 一直都有很多 我们就数回 娱乐圈我们有没有 大家记不记得 在十几年前 我们这个危险人物 大家一定有听过 在我们的小罪盒 和原子档案 很多所谓的Youtube 当红KOL 说案件的KOL 前身 在Youtube 还没有拍摄 那时候 危险人物的主持 我们的雍正晶小姐 写了很多 很多危险人物的书 雍正晶小姐 已经做了我们的先驱 当然了 到现在 都不知道 究竟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 死者异议 他四十多岁的高龄 他就考这个律师 就成功在高龄的时候 放下他演艺人的身份 做律师 他认识了一个大律师 当时这个大律师 可能有些公务要跟他谈 我就不知道 有些什么公务 一定要回家谈 那就聊就聊 那怎么不知 唉 大家千万不要提早下班 千万不要无故 本来说好不回家 就突然杀回家 人类的心脏 血管很小 一容易就爆了 一有些什么 不是预知的事发生 心脏很难泵血上头 那我们这个 他的雍正正的先生 刘国良 刘师傅 当年很红的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看他的电影 我就没有了 他就不知道 可能是捉 有些人说 有些人说 提早回家 回家 撞破他两个 不知道有没有发生 拳脚交锋的事情 反正这个结局 就是这个大律师 就在他的阳台下跌下来 那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 除了这个工人 不臣浪衫跌下来 又或者 之前好像小朋友 爬枪跌下来 一个大律师 会在雍正正的家 在阳台下跌下来 死了 竟然是没有人 事后有责任的 那死者以 我们也不说些什么 那这个就是 一个迷 另一单 就是我们近期 返回大陆很红的 千年白骨精的对手 千年白骨精应该是 长腿女神 她的对象 她的情敌 就是我们这个 西游记大话西游 周星馳 当时的女主角 朱欣 朱欣真的是帅 小小粒 苗大 苗小灯笼大 苗小灯笼大 她接受很多年后 也很有厚德 当时她没有说些什么 若干年后 她接受访问的时候 好像在陈志云的访问 她第一次披露 她说当时她捉奸 她摸床 还是热的 当然 及早前 她已经收到很多风 射出没 她就来捉 谁知道她捉不到 但也不想 弄破了面 她就觉得 当时的小三 还在房间里 她已经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女 和Paul 终成眷属 这些东西 大家都有错过 不去追究谁对谁错 另外 如果大家年纪有 都会认识一个很知名的女星 李赛讽 李赛讽是谁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世纪之前 1990年代的后期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女明星 跟刘冠伟 拍姜丝先生的时候 拍了一阵 日久生情 及后 她拍了很多戏 嫁给 玩具大王 罗氏家族的后人 有一次 这个男人 又是 千万千万不要 做一些突然改变行程的事情 偷食一定要抹嘴 她有一次 请李赛讽去看音乐劇 突然间她说身体不舒服 这个男人想着很甜蜜 去探计她 看看她有什么不舒服 谁不知 在床纳里 有一个用过的病人套 唉 知道什么事 已经戴 没有耳录了 终于有一次 她捉到偷食 竟然是她们的养子中天意 之前有人说契哥契上床 想不到契仔都可以契上床 差这么多年都可以吃到 不能说这个明星是保养得而拖 还是这个罗琳那么好 不要说罗琳 黎智也很棒 50岁 大佬 当时中天意全身 只有一条底裤 躲在一个衣柜 她还说无辜 当时被人捉到的时候 她还说无辜 其实你不要说无辜 就说我有事过失调 或者有梦游 就行了 你说无辜 就穿着底裤 人家不相信你 她爆了女儿的偷食 女儿就说 喂 不是 男人早就偷食了 那谁偷食先 谁偷食后 都无所谓 大家都想吃乱口 你不要说她五十步 少一百步 偷食的八卦 说得七七八八 当然了 要数的就有时间了 现实生活中 我身边自己的朋友 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偷食 我呢 也有跟朋友讨论过 有时吃饭 那些女儿问开 千年不变的问题 如果你在家里看到你的朋友 拖着另一个 你会怎样 如果是他们两个 一拼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你会不会说 几年前 我觉得应该要说 几年前 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让人知道这个事实 和不可以有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原来 大多数 我的朋友 是选择不说 他们的立场就是 为什么 首先 要看一下对方 会不会是Happy Ending 如果 人家两个是测店 Happy Ending 可能我告诉他 我连他这个朋友都没有了 因为 老鑑 见回你 首先 不需要跟我解释 还有 既然我知道那样东西 人家有条疤 即是伤口 那条疤 不想被人见到 自己的样子 或者其他样子 就会令到我会没有了这个朋友 如果对方拆不成功 尤其是有小朋友 结婚 或者很久很久 拍拖很久 十几年 Puppy Love 开始的那些 他就会觉得 我 是变了责任方 有时 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或者他自己不能够 走不出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 我要把这个问题 带出来 哇 真是好人难做 哎 真是千古的难题 当然 我自己又做过人小三 又被人做过人小三 是不是 我是 人不风流 就枉少年 我的观念就是 我宁愿我儿子是Dixon 是不是Dixon Dicky 我宁愿我儿子是 赌命夫妻 Teres的老公 他玩过了 玩厌了 或者他已经吃过很多 知道怎么玩了 你最后是适当的时候 停下来 选择和我结合 去结婚生子 走入人生 下一个步骤 你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 take这个责任 好过 好像 Hong和Luna 他说没玩 然后 他是真是 那么不受有话 他没玩过 他也没接触过 可能他接触过 或者他之前已经玩过 就是我说 有些完全是第一个女朋友 第一个男朋友 或者他完全没有玩过 然后 结婚 三十多岁才来玩的 那些 那些更惨 有儿子有女儿才来玩 哇 大佬 另一对小朋友 又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成长 就是一个最最最最最错的事 所以 大家真的要 睁大雙眼做人 有时 有时 真的跟人不同命 跟姐不同病 之前 我记得 Coffee 發了几张照片 他铺他和他儿子在浸温泉 浸浴 哇 那些人骂到妈妈都不认得 那 胡幸宜 就铺了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一家首次入住这个酒店staycation 公开和他儿子浸浴的照片 就很温馨 那 没人骂 全面一面 就赞他说非常温馨 各样 那 这里 就问题所在 就不是那些人 我自己个人观感 就说Coffee 那些 怎样永远都是被人骂 胡幸宜又并没有人骂 大家看一张照片 Coffee那张很明显 他就展示自己的身材 然后 他其实每一个姿势 他都是隐隐弱弱 还是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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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 尤其是由于是 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都很不喜欢她 那当然 很多人是买她健康性感 健康 教人做运动 最劲的 KOL 又多代言 那 基本上在很早一段时间 他推出任何东西我都不会相信 因为我觉得不是不相信 而是我觉得一定是广告 一定是置入式广告 所以你都不是真心分享 那我也不会觉得 你有任何的适合的推荐 可以给到的我们 好像叶翠翠那样都是的 他那些食品纹 当然有些人说 他吃九万样食品纹 皮肤很好 跟着他吃就没死了 可以的 个人选择